38岁Makio,15日突然无预警发文,宣布与医美老公小金离婚,去年5月她跟小金闪电结婚,同年10月跑步生下儿子,没想到仅一年多的短命婚就此玩完,事实上随着孩子出生,夫妻俩争执不断,Makio就曾在节目上痛批老公小金很表面,甚至在她坐月子时打包走人,当时两人闹分居婚变,对此经纪人胖姐也是Makio亲姐受访透露。 离婚的最大导火线就是从坐月子控诉小金罪状开始,就是要叫我看仙人动,然后就一看,她擦汗也是假的啊,因为我是真的是大叫说,哎小金可以帮我擦汗吗,我真的是流汗流到全身,因为我真的是痛到不太舒服,就是可以没办法吃那么多,然后小金是那种,你要赶快吃哦,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我心里想说是你想吃吧,嗯,我肚子饿了,我喝味了, 我也痛,我会不舒服,她给我吃月子餐,把我吃,全部,我只有吃一点,她全部给我吃完,我要抽烟,对,然后就,就抱婴儿,然后喂奶,婴儿已经饱了,已经吐奶了,硬要在 也表示两人去年因为闹婚变后一直沟通磨合,但人没有共事,所以决定协议离婚,过程平和现在也依旧是朋友,由于两人都财务独立,所以离婚后没有增产问题,Makio也没有要求前夫要给赡养费,生活一切由自己打理,预计之后直播卖衣服,重新开始新生活,根据,伊亭新闻网,报导,就在Makio宣布离婚变成单亲妈妈后,好友小S也透露对方, 在离婚前并未和她讨论过,但认为如此重大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相信Makio离婚之后会过得很好很坚强,强调,不管她发生什么事,我们姐妹都会陪在她身边 她就直接用打简讯说,白痴跟那是不配当你的老公,我要去找一个懂得珍惜我的人,我只想跟懂得珍惜我的人在一起 真的是,到底是谁在人呢 哇 Makio才生完小孩,弩虹昂虚假,直播两小时,烈潮多罪状,公违缩啊 你生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天啊 地狱,助けてください 小金的看中 想看想害 休想 Makio29号才生立禅子,婚姻就亮起了红灯 原因是老公小金在IG剖出帮Makio擦汗的照片 孕妇承悟得到脾气总算是见识到了 我忍,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你说爱我的瞬间 有 caracter连次 但是你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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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te puis 噁心 真的太噁心 不是虚假啊 它擦汗也是假的啊 因爲我是真的是大叫说 哎小金可以帮我擦汗膜 真的是 流汗地喔 全身就是 可能刚刚进去游泳池里面被撈出来 都别在那种濕容 但在这会用卫生子在那边 意思一直擦一擦 然後在偷拍我 然後在IG發文 這早上起來他在那邊笑 欸 上新聞的耶 蛤 他說什麼東西 他說你不會去看我線洞嗎 我是你老婆耶 我一定要看你線洞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跟你講真的 我真的忍他忍太久了 他呢 大辣辣的就是 那我先去樓下抽菸喔 抽完又還不洗手 還蠻摸陰的喔 護士小姐說要去買那種束複袋 已經講了好幾天 他每一天都忘記 也沒有要下去買的意思 就是一直在用醫院的 我在幫你省錢啊 我在醫院的一個主餐喔 你要吃嗎 一直在問我要不要吃嗎 我心想說是你想吃吧 還沒啃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真的差一點他沒有在舔盤子跟舔筷子 吃相有夠難看的 但是我不吃東西會胃痛 你自己不要去買嗎 好 你餓你就吃吧 但是要留一點給我吧 而且他被數字就是被控制得很厲害 假如說有些人就會說 喔 可能要喝到60喔 因為已經飽了 已經吐奶了 幹嘛了 他就硬要塞 我XX才拔尿管喔 他是叫我喝3500的CC的水 用B的喔 我那個時候是痛到不行 我下床要尿尿都要花30分鐘的時間 他給我灌那麼多水 然後你這樣會瘦比較快啊 他的朋友來探班 連他都知道不能放冰塊了 當老公當爸的 我就坐一會兒還在放冰塊 有沒有 這是水腦 通通說小姐 老公要起來 我真的要打針 我叫了快20分鐘 他就打呼完全沒聽到 又睡著了 你是嬰兒嗎 我說真的傷口很痛 他講什麼叫什麼 老公我跟你講沒有不痛的傷口 去死吧 然後他每次做一件事情 說幫我倒水啊 幫我擦汗啊 說你這麼好的老公你要去哪裡找 怕別人不知道 他是好的老公 他就是洗腦他自己 我就是那種 你是白癡喔 你真的很垃圾 就這樣而已耶 他就直接用打簡訊說 白癡跟垃圾 不會當你的老公 我要去找一個 懂我 懂得珍惜我的人 我只想跟懂得珍惜我的人在一起 那你就去找珍惜你的人嗎 就是找得到的話啦 而且他還說我上一秒有愛你 就一直都去下一秒已經不愛了 他說我不是來這邊被你罵的 你要去罵你就去罵特助吧 我幹嘛要罵特助 他又沒有幹嘛 叫我去罵別人不要罵他 你是不是人啊 然後我說你不要喝酒 你等一下不是要開車 他說反正已經沒有差啦 反正我沒差我的命不重要啊 轉頭就走這個東西 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以後他的綽號叫行李箱 轉頭就走你行李箱 Makio經紀人透露 這卡小金行李箱 其實事後由痛哭回來月子中心 但是Makio開了來不讓他進房 艾亞也不是第一次這樣吵架啦 先給他們一點時間冷靜冷靜吧 我真的很火盪 血壓我飆到160幾耶 很失望 真的很失望 這個就是真心話 還有很多的真心話 這個才是前半 你怎麼樣 前半都很容易 對啊 這太半了吧 不是計畫妳有沒有 計畫的事情 不小心的 對啊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跟那個 現在這老公就是 熱戀 也不是熱戀才剛在一起 沒有多久 然後呢 對方講說 懷孕了 那個反應 我懷孕了 然後他問妳 妳也太過分了啦 這個很不禮貌 我那個時候還希望說 這是誰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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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還覺得 對 比較刺激一點 刺激 可是就剛好我還滿 那個時候就是只有他 所以就是 他就 就只有一個 就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好 那個兇手的態度怎麼樣 他就很開心 他這樣耶 可是我是很複雜的 我很複雜 這不是兩條耶這樣 然後他就說耶 謝謝妳給我一個家什麼的 蛤 然後想說 蛤 我還沒考慮 蛤 那個時候還在想說 天啊 怎麼辦 就是 因為有了就是要 對不對 對 然後可是那個男朋友還好 就是 那個時候他是男朋友 然後就 他說要結婚 然後他有計畫性 就已經跟妳講未來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 突然起來就是真的是拔太慢 那超級 真的啦 咪咪超級痛 就是好痛 就是我本來就是瘦到 40幾公斤的時候 我想說身材好好喔 然後胸部也變小 可是就是 懷孕的時候就開始 從旁邊開始長耶 對 然後就現在已經 快要變那個木瓜 我以前就覺得 對 以前還要擠什麼的 對 可是現在就是痛到 妳那個奶頭更痛 奶頭 奶頭更痛 妳就是那個 妳要洗澡的時候 那個水壓 妳真的要控制 連水壓 水壓都會痛 有一點太強 會嗎 對 就很像被雷射到 大家都差不多 我的天啊 比較敏感一點 會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 對啊 然後更慘的是 真的就是會變黑耶 對 變大 變黑 變大 變大就算了對不對 哇 好性感喔 什麼的 變大又變黑 變大又變黑